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低温烫伤 养狗要上网课 中国造血干细胞库是今天的动力能源哦 现在全球的气候变得很不稳定 这让很多农作物都面临危险 咖啡豆也是其中之一 一些容易受到气温影响的咖啡豆产区 比如那些生产温和香味浓郁的阿拉比卡咖啡豆的地方 产量开始减少了 而那些耐寒 口感更苦的罗布斯塔咖啡豆 成为了替代的选择哦 罗布斯塔咖啡豆常被用来制作速溶咖啡 阿拉比卡咖啡豆则更受星巴克等咖啡销售商青睐 受全球变暖带来的干旱等极端天气影响 适合生产阿拉比卡咖啡豆的土地正在减少 有研究人员表示 有必要用罗布斯塔咖啡豆作为替代品 消费者也将不得不习惯其他口味呀 随着气温升高 即使是醉皮式的咖啡豆也会受到考验 在罗布斯塔咖啡豆的主要生产国越难 当地农民发现干旱和红烙使种植这类咖啡豆变得困难 产量减少 也会让罗布斯塔咖啡豆的售价也越来越高呀 最近丹麦科学家研发了一个新的AI模型 模型通过分析丹麦约600万人的生活数据 包括收入 职业 居住 健康时等 成功预测了年龄在35岁至65岁之间的人 四年后的死亡时间准确率高达78%呢 这个模型是基于大型语言模型 通过分析人类生活中的事件序列 总结模式和规律 就像我们学习语言一样 AI模型通过分析大量的文本 寻找单词和句子字符串中的模式 然后 AI模型使用他们学到的信息来预测 句子中接下来应该出现哪些单词 于是 AI模型就重新创建了每一个人的数字生活故事 这个AI模型还帮助科学家们发现了导致过早死亡风险增加的一些因素 比如收入低 接受过心理健康问题诊断以及性别因素哦 虽然这个AI模型很有用 但是科学家们为了保护个人隐私信息 目前不打算把它开放给公众或公司使用哦 你想让AI来找到你习惯中的小问题 帮助你规划学习计划吗 可以进入熊猫天天AI故事公众号 点击天天AI故事 在这里我们为你设置了一位熊猫天天博士 你可以问他任何问题 除此之外 天天AI故事中的习惯培养 我们也进行了重大更新 可以将习惯改善 从想法变成气势可行的计划 并基于AI的能力辅助同学们进行习惯培养 赶快去试一试吧 最近有很多人因为低温烫伤去医院看病 医生提醒大家 在冬天要注意防范低温烫伤 不要忽视它可能带来的危害哟 什么是低温烫伤呢 就是当你用热水袋 电热毯等取暖设备时 如果使用不当 就可能会造成皮肤烫伤 比如有些人喜欢用热水袋 长时间放在身体同一个部位 这样就有可能导致低温烫伤哦 医生告诉我们 低温烫伤的面积通常比较小 看起来可能不严重 只是红肿或小水泡 但是实际上皮肤深部已经受到了损伤 如果不及时处理 可能会引起皮肤感染 溃烂等症状呀 所以医生建议我们 不要通宵使用电热毯 如果长时间使用电热毯 中间应该断电一小时至两小时 如果不幸发生了低温烫伤 一定要及时就医哦 前方到站 续文馆 最近为减少狗咬人事件发生 荷兰农业部长皮特阿德玛建议 每个希望养狗的人先上一门网课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今年8月 一些荷兰整形外科医生为狗咬人敲响了警钟 他们在18个月的时间里 治疗了100多名被狗严重咬伤的患者 所以阿德玛提出了这个建议 他说这门网课会教授人们如何科学养狗 狗之所以经常咬人 和他们的主人养狗不够专业 有很大关联 这门课程可以减少冲动养狗的人数 并让这类人可以选择最能满足他们需求的宠物 比如一些人需要的是陪伴他们的宠物 而不是需要运动量大的宠物 另外阿德玛希望建立一个更完善的登记系统 用来处理狗咬人事件哦 同学们 如果你们家也有狗狗 或者你们想要养一只狗狗 记得要好好学习怎样照顾他们哦 这样你们和狗狗都能过上更快乐 更安全的生活呀 历史上的今天 2002年12月25号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网络系统正式建立运行 我国约有几百万人患白血病等等 需要用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的疾病 但是造血干细胞的提供者和患者之间的 白细胞配型完全符合 是进行移植手术的条件 2002年运行的这个 中国造血干细胞库网络系统 主要管的是志愿捐献者的组织 征集 登记 分行 而且还会为患者搜寻相合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真勇敢呀 希望这些患者能尽快找到合适的配型 不再受到病痛的折磨 另外 为了不生病 同学们要早睡早起 坚衡饮食 多运动 保持健康积极的生活状态呀 今天的天下之旅就到这里了 你也可以把新鲜事分享给小伙伴和家人 如果你对某件事情感兴趣或者有疑问 可以关注公众号 熊猫天天AI故事进行留言 我们会回复你哦 我们明天再见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